分手五年后,我带着萌娃在遇前任,她喜笑颜开地蹲下,好孩子,告诉爸爸,你是不是四岁半了?小奶娃软乎乎地回答,叔叔,我有爸爸了,我今年三岁,她脸色铁青,刚才的话是不是你妈教你的? 我突生怒意,陆明生,你能不能别总是那么自以为是?行,祝你婚姻幸福,在一次公司聚会后,男人把我堵在楼道处强吻,我自以为是,都是你惯出来的,你要对我负责,我,可是我有孩子了,不被爱才是第三者,泱泱,你给我个机会,刚毕业,我还处于分手单身时期,闺蜜却结婚,怀孕了, 或许上天极度这对恩爱多年的有情人,她生产时,羊水栓色去世了,临走前,她虚弱地手握着我,泱泱,拜托你,帮我照顾好我的孩子,有你看着她,我才放心,话音刚落,她的手就从我的手掌心滑下,时间再一刻仿佛静止了,崩溃的哭声从我的身后四起,眼泪早已决低的我, 这时才反应过来,好,好,我答应你,从那以后,我就被默认是孩子的干妈,相爱多年的恋人走了,她的老公从此一决不起,甚至对孩子心生厌恶,觉得是她带走了她最爱的人,照顾孩子的重任, 自然而然,落在他们双方的父母,以及我这个干妈身上,转眼,四年过去,孩子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已经长成了讨人喜欢的小奶娃,孩子的世界里没有妈妈的角色,边界感也模糊, 所以,从她学会说话起就叫我,妈妈孩子的爷爷奶奶觉得把我一个未婚的姑娘这样叫,心生惭愧,一再阻止,但也没有效果,反倒是我,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呼,这周,难得没有加班,我街上小奶娃出去逛逛超市,小奶娃正脱开我的手,跌跌撞撞地跑向了自己喜欢的糖果区, 妈妈家家想要糖糖,话音刚落,她就迎面撞上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膝盖,听到动静的我,着急忙慌地跑过去道歉,不好意思,等我看清她的脸时,心里咯噔一下,脑海里的记忆顿时翻涌,她喜笑颜开地蹲下,把她扶起,好孩子,告诉爸爸,你是不是四岁半了? 小奶娃软乎乎地回答道,叔叔我有爸爸了,我今年三岁,她脸色铁青,刚才的话是不是你妈教你的,我怒一心声,陆鸣声,你能不能别总是那么自以为是,行,祝你婚姻幸福,她脸色凝重,僵直着身体转身离去,只留了一个落寞的背影,我的心脏直发酸,妈妈那个叔叔好奇怪哦,家家 不是有爸爸了吗?甜甜的嗓音,将我换回,家家乖,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人,不用在意他们说的话,说吧,我心不在焉地揉了一把家家的小脑袋,陆鸣声比我大两届,是学生会主席,炙手可热的高龄之花,我也不赖,是新生界的校花,追我的师兄能排到法国,但没人入得了我的法眼。 我去学生会面试时,却对坐在主席位上长相俊逸的陆鸣声一眼万年,不是吧,泱泱,她很难搞的,我听师姐说没人搞得定她,闺蜜林林躲在我的床上啃了一片薯片,面露难色,我信心满满地抓起一片薯片塞进嘴里,我多的是办法对付,你等着瞧,这朵花飞我莫属,从这天起,但凡有狂风浪 一片薯片上变,迎上来,我就说我和陆鸣声已经谈恋爱了,当学校都传得沸沸扬扬时,陆鸣声找上了门,奸计得逞的我,狡狭一笑,你好,我叫简泱泱,也是学生会外交部的人,成功刷了陆鸣声印象的我,开启了舔狗之旅,她篮球比赛,我明目张胆地欢呼为她打气,她演讲比赛, 我乖巧地守在一脚盯着她,她去哪个饭堂,我就提前蹲守在那里,日复一日,学生会里甚至流传着一句话,哪天简泱泱断脸了,找到陆鸣声就可以了,我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我只在乎陆鸣声,有几天,我病得连床都下不了,全靠淋淋的头位才活下来,陆鸣声捧着脸到我宿舍楼下,简泱泱 这几天,你干嘛去了?原本头晕脑胀的我,此刻不想再照顾任何人的情绪,嘴里的火药味满满,陆鸣声,你跟不跟我在一起,不答应就不要烦着我 烦死了,她紧绷着的脸,此刻出现了一丝慌张,好,我答应你,就这样,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在所有人眼里,笑花配笑草 本就是天设的造的一对,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未必能相守到老 脑中想起的那一刻,我的梦再次醒了,我在床上正愣着,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梦见以前的事了 但生活还得继续,市场部的实习生因为工作失误,把甲方公司得罪了,死活不肯签合同,谁闯的祸,谁负责,实习生红着眼眶 唯唯诺诺地来到我的面前时,我欲言又止,长叹了一口气接下这个烂摊子 下班后,我脸上堆满笑容带着身后的实习生推开包厢的门 我的动作一致,泱泱解,是怎么了吗?实习生在我身后细声询问,没,没什么 我重新整理好状态,尽最大的努力把里面那个男人当普通客户 然而,陆明生的一句话就把我打回了原形 怎么,简小姐是想装不认识故人吗? 一桌子人狐疑地把视线放在我的身上,我扯起一个职业笑容 呵呵,陆总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不敢忘,不敢忘 甲方的人捕捉这个信息后,也没有再过多为难我们 合同非常顺利地签了下来,但应酬的酒也喝了不少 散场的时候,陆明生叫住了醉熏熏往外走的我 简师妹,我送你一程吧 独天浑厚的嗓音里,含着笑意,包厢里剩余的几个人没有多想 只当是我们多年没见许叙旧,实习生也懂事地在楼道 跟我打了声招呼离开,泱泱姐,你女儿好可爱,下次带出来一起玩昂 我知道她是想表达谢意的方式,我含笑点头,陆明生却不乏加快 从我身旁走到前面,地址,简小姐,丈夫,应该不会介意男性朋友送回家吧 陆明生眼含笑意,却没到达眼底 我对她的阴阳怪气,某名感觉好笑 我一个人住,看她听完后紧锁的眉头,又饶有趣味地补上一句 哪怕她在,也不会介意的 还有,谢谢你今晚帮了我 她紧绷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没在搭话 车内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酒意在我的脑海里疯狂肆虐着 太阳穴直发疼,似乎在酒精的作用下 人也大胆了不少,揉着太阳穴 似笑非笑地说道,陆总就是好啊,不用应酬 哪像我,递过来的酒杯一个都不敢推 陆明生面带笑意,咬牙切齿,说笑了 哪有简小姐好,才这么些年,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正正盯着她的侧脸出神 恍如隔世,仿佛她还是那个在大学黄昏里 和我漫步在校园里的陆明生 那万一,那孩子其实不是我的呢 她眼神直直地盯着前方,冷笑 可是这个世界没有万一啊,不是吗 这句话宛如在我平静的湖水里激起了一阵涟漪 我出神地呢喃重复了一遍她的话 是啊,这个世界没有万一 你不能再当个陆明生 你要怪就怪阿姨这个人,自私吧 我抬起头对上那双宝寒风霜的眼睛 竖起的发丝有一半掺杂着银丝的妇女 看得出,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拉扯陆明生长大事 多么的不容易 她说,陆明生不肯接受全额保送,出国独眼 她说,她看得出儿子谈恋爱后 人改变了不少,也开朗了不少 她说,正因为这样 陆明生才是我为珍宝之人,不愿离开我 她说,丈夫当年去世 她没有选择改嫁 而是独自一人拉着她长大 她说,她最期盼的 是自己儿子能长成她最骄傲的人 而不是为了情情爱爱放弃人生机遇的人 她说,我是一个好女孩 长得也漂亮懂事 以后多的是优秀的男孩子追 在饭堂里 我躲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 瞧着不远处面包店里打着兼职的陆明生 正推销着面包 晚上,我约了满脸写着疲惫的陆明生到笑道里 我们分手吧 她还以为我在闹脾气 挑了挑眉 理由 我冷脸相待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她似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 泱泱我会努力的 我压住内心的酸涩 即使你努力一辈子都跳不出这个阶级 我也不想用青春相陪 好,我尊重你 她转身离去 疲惫不堪的背影被城黄的灯光照得长长的 记忆的背影与前几天相遇时的背影重合 模糊间站在笑道的我感觉身下湿漉漉的 我猛地从床上扎醒 小腹熟悉的疼痛席卷而来 泱泱姐 你没事吧 你看起来精神有点奄奄的 待会还要和甲方的客户洽谈 我听着实习生的问候 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没事 姨妈痛而已 忍忍就好了 其实最主要是昨晚回忆班的梦 导致我后半夜难以入眠 但这次比平常颇为疼痛的姨妈 也让我难以忍受 我强打着精神 拿着文件来到会议室 等甲方的人到时 我没想到陆明生也出现了 他作为甲方副总级别的人 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小打小闹的合作里 小腹突然加强的疼痛感 让我顾忌不了这么多 轮到我站起身讲TTT时 我眼前突然一阵空白 我撑着桌子 缓解了好一会才恢复过来 接下来的演讲 我毫不意外地频频出错 不是忘了换夜码 就是忘了一些小细节没讲 在大家都看着大屏幕时 一道不容我忽视的视线 一直落在我的身上 泱泱解 那这是甲方的人给我们点的 说来也是奇怪 正常请喝的不是都点咖啡 或者奶茶的吗 哪有人点热的可乐浆茶的 这大热天的 实习生朝着我骂骂咧咧地吐槽 丝毫没有察觉我在走神 这时一条短信进来了 还是那串我熟悲于心的号码 这么多年 月室的日子还是那么的准呢 我撇了撇嘴 回敬 这么多年了 陆总还记得我月室的日子 也够变态的 对面泱泱姐 你居然对着手机笑了 实习生像是发现什么新大路 我调整好表情 咳了一声 咳 你看错了 明明就有 我忽略掉她的话 捧着那暖心的可乐浆茶 眯着眼睛 队上会议室李正 注视着我的男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 总和陆明生接触的缘故 我晚上梦见以前救人救世的频率 也更加高了 就连去世的林林 也出现在我的梦里 正如当年她结婚的前一晚时 笑我恋爱脑 笑我是江南第一深情 谈了陆明生后 有帅哥都不懂得扑了 又梦到她 死前对我说的那番话 第二天 我就跟领导请了假 带着家家去扫墓 原本还计划着扫完墓 就带家家去游乐园的 这时的实习生却打来了电话 她啜气着 说自己搞不定甲方的人 我常叹一声 还是叫出租车司机掉头 家家的爷爷奶奶 眼看好不容易 我能带一天孩子 早就去医院检查血压血糖 去了 家家的爸爸 自从林林去世后 就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不适合带家家 这时的我只能硬着头皮 带着家家去公司里 哇 泱泱姐 你女儿好可爱啊 只是 为什么她长得跟你完全不一样啊 实习生捏着家家的小脸蛋 夹着嗓音 问道 我瞥了眼会议事隔着一墙透明玻璃的露鸣声 正和属下们激烈地讨论 我笑而不语 反倒是隔壁知道我情况的江姐 为我辩解 泱泱只是她的干妈了 你在想什么呢 实习生恍然大悟 难怪 我早就觉得泱泱姐的身材 不像是生育过的人 我既紧张又期待地看向会议室 但陆明生还是刚刚和属下们讨论的模样 丝毫没有注意到外面的情况 不是搞不定吗 哪里出问题了 实习生立马哭丧着脸 呜呜呜 我立刻就拿给你 我蹲下和家家交代了 让他坐在沙发上不要乱走 就走到实习生的工位 指导他方案的写法 等我把一切都搞定的时候 余光下意识瞥了一下 会议室 追随那个男人的身影 但会议室里早已没有了他的人影 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些什么 难道期待他发疯发狂地质问自己吗 妈妈 快看 这是上次那个叔叔给我的 我眼尖地瞧见了 他手上胡萝卜样式的发圈 以那褪色的颜色程度来看 这件物品已经历了多年的风霜 有别样的情绪涌上了心头 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我扯出一个笑 摸了摸家家的小脑袋 妈妈叔叔说 让我玩够了就给回你 因为这是妈妈当年给叔叔的 他现在还给妈妈了 听着家家的话 我的眼睛干涩起来 眼前的事物有些模糊 我强忍着哽咽的感觉 从嘴里憋出一句 家家真乖 他还给我的是发圈吗 还是他的心 我拿过家家手心的发圈 手指在上面妈撒一圈又一圈 我们的人生轨道早就不一样了 他不过是对以前的遗憾 感到不甘心罢了 想必现在的他 已经放弃了 我牵起家家的手准被离开时 听到后面的人焦急地呼唤着 陆总 总算找到你了 这里要怎么制作 我正愣了一瞬 没有回头 直直地往前走 当我开始用停长心来对待陆明生时 我的生活反倒正常起来了 每次见到他时 我都大大方方地打起招呼 对上他意味不明的眼神时 我也回忆微笑 他特地抢来迎合我口味的盒饭 我也欣然接受 很快 这次和甲方的合作异常顺利地完成 就第一版 陆明生看完后就点头接受了 幸亏是和他合作 不然我加班的宵夜 也不能这么地合我的胃口 去往公司庆祝聚餐的路上 实习生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泱泱姐 对面的陆总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不然他会怎么经常用看守猎物的眼神盯着你 还有还有 我问他拿联系方式的时候 他不给 反而还跟我要了你的号码 我惊得挪开了身子 睁大眸子看他 原来是你这个叛徒 把我手机号给他 我就说怎么 他像是磕到了的模样 凑过来继续追问 怎么了 怎么了 没怎么了 你对他那么感兴趣 你怎么不上 他一脸犯难 我也想啊 陆总长得很帅 但是人家对我没意思啊 我的视线放在窗外霓虹灯上 肩口不严 这次聚餐上 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纷纷表示 很久没遇到过这么合拍的合作 每个人喝的都有些醉意 陆明生尤为严重 起初大家都不敢敬他酒 他在他们公司出了名的高冷傲娇 但我可不惯他 直接拿起酒杯走到他身边当出头鸟 他正愣了一会 面不露色 让人猜不出他的想法 正当大家和我都以为他是拒绝的意思时 却拿起酒杯喝了 有了出头鸟 后面就有源源不断的人 撞起胆子敬他 他来者不拒 一一喝下 我租的是公寓式的房子 我步伐轻飘 拎着包哼着小哥进昏暗的楼道里 漠然 一个高大的身影飞快地朝我袭来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里去 嗯嗯 就当我想要反击把我扑到墙壁墙门的男人时 声控地楼道灯亮起 一张熟悉俊逸的脸 出现在眼前 他喘着粗气 毫无章法地啃食着我的嘴唇 我将在半空的手 变成了在他胸膛 无力地推嗓 陆鸣声发泄完一通后 浅浅地推开我 把下巴搭了在我的肩上 我自以为是 都是你灌出来的 你要对我负责 我 可是我有孩子了 不被爱才是第三者 泱泱你给我个机会 这段时间 你对我好冷漠 回家换洗衣服时 我发现肩上湿了一小块 我正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我好像真的 伤到了他 说陆鸣声自以为是 但自己何尝不是自以为是呢 蒋家辉 出来逛逛不好吗 整天躲在那乌漆漠黑的房子酗酒 算什么样 蒋家辉是家家的爸爸 此刻的他头发修长 却因多日 为清洗拉里拉他的堆在头顶 他抹了一把脸 眼中无神 有什么值得出来逛的 这个世界 本来就没有值得的东西了 哎 服务员 你们这里有酒吗 我有些气愤 但又夹杂着一丝 欣慰和心疼 我见识过蒋家辉大学时 和林林谈恋爱的模样 温暖干净 阳光开朗 这些形容词都能用在他的身上 我是眼看着他从嘴角一直带着笑意的大男孩 变成现在不修蝙蝠 乞丐般的男人 那你有想过林林吗 他希望见得到你这样吗 佳佳海 你还提佳佳 他的眼神里突然充斥着厌恶 可是佳佳是无辜的呀 大家也想不到会变成这样 林林也想你守护好这个拼了命生下来的孩子 你想过自己的爸妈吗 他们年纪这么大 为了照顾孙子 连看个病都得挑时间 我正说的激烈 却没想到他竟开始无助地痛哭起来 他身上无助地颓废感也渲染到了我身上 我的眼里也染上了泪花 我何尝不是那个在记忆里 走不出来的局内人呢 服务员 上酒 我也扛不住了 对林林的思念 对陆明生的愧疚 对自己的懦弱 打算肆意地宣泄一番 陆明生你在哪 我好想你呀 醉得站不直身的我 依靠在餐厅门口的石狮子上 我下意识地拨通了那个多年来 都不敢拨通的电话 你在哪 男人沙哑带着紧张的嗓音 鼓动着我的耳膜 都说了孩子不是我的 你非不信 臭男人 醉意肆意地侵占我的大脑 话语全已然交给了酒精 我知道 那天我听到了 我混沌得大脑不容 我多加思考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对面长叹了一声 你们公司会议室的隔音这么差 我还能不知道 那 那 那你为什么要把发圈给佳佳 我口齿不清地问 那是他吵我闹 非说喜欢 那我只好给他了 但我又怕他弄丢 我就说这是你送给我的东西 那他完完以后 即使不还给我 也会给你 我的脑子逐渐死机 开始语无伦次 陆明生 我好想你 一直到好想你 林林走了 呜呜呜 你也不在我身边了 我过得好苦啊 蒋家辉 那个混蛋 又不好好照顾佳佳 你妈当初找我苦口婆心地劝说 我又能怎么办 呜呜呜 男人听到这里显然有些猛了 等等你说 我妈找你 我来不及解释 就瞧见了霓虹灯下的男人 我猛地扑了过去 抱着他痛哭 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只要你回来就好 我还怕我已经伤透了你的心 也怕你嫌弃我贤贫爱富 其实 我只是当时找不到借口 我的身子突然一清 整个人腾空起来 紧接着下面的事情 我的记忆变得模糊起来 只记得画面不断变化 烂醉的蒋家辉被他父母带了回去 陆明生在车上轻柔地吻住了我 喋喋不休的嘴 然后 然后在一个冷色条的房子里 我的衣服一件件被褪去 醒来时 我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但这里面充斥着他熟悉的味道 让我安心了不少 我穿上床头崭新的男性睡衣 探索性地漫步到外面 醒了 满面春风的陆明生正熬着小米粥 煞时脑海里浮现了几个画面 我羞涩地点了点头 你昨晚老说 胃难受 我给你熬了小米粥 我坐在餐桌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小米粥 两个人的气氛有些诡异 陆明生的眼神 却像是粘在我身上 一般 我想不明白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 但我们各自都不愿捅破这层纸 你要不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 你那边有点不安全 我暗自吐槽 你才不安全 不愿正面回应陆明生的我 只是垂手闷闷地回道 太快了 给点时间 我缓缓 陆明生不是强人所难的人 放下勺子后 满眼宠溺地盯着我 好 听你的 他直勾勾的眼神 让我感觉很不自在 就像是实习生所说的那样 我似乎是在他手掌心里的猎物一般 陆明生亲自开车送我回去 在下车时 他暧昧地俯身到我的身上 我听着他的呼吸声 紧闭双眼 哼哼 他雌性的嗓音让我沉迷 身上束缚的安全带一松 没有等来期待中的吻 却等来了他的绩效 怎么 想重温昨晚的感觉吗 我睁开眼对上他深邃的眸子 闹羞成怒 不要脸 说完 我就飞快地从他身下逃离 刚回到家 身上的盔甲仿佛在一瞬间泄了下来 踢掉低跟鞋 浑身舒畅 在卧室里 我抱着被子翻滚 脑海不由自主地回忆起 昨晚燥热的小细节 对了 他好像没带 我末地警惕起来 拿起手机 正想发短信 询问陆名声 微信 却弹出一个好友验证 那个头像 还是当年我给他挑的一个 可爱小狗 急于问清楚 事情的我 飞快地通过 秒通过 看来 你在守着我呢 我 怎么 还不想承认 昨晚 你可不是这样的 我 说正经事 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 昨晚 带了眉 眉 但你安全期应该没事 我仔细算了 算时间 似乎真的是安全期 心头的大事总算落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 在我上班前 陆名声总能准时出现在我的楼下 还提心地给我带上早餐 每约齐名 按照我这么懒的性子 肯定睡到最后一刻才起 然后急赶慢赶回公司 没准备买早餐的时间 在副驾驶吃着小笼包的我 突然噎了下 还还下班后 他就会带我探索各种各样的餐厅 我们就像是正常的热恋情侣那样 上班时 分享日常 下班后聚在一起吃喝玩闹 唯一的而不同是 我们两个没有过多的亲密接触 吃完饭 陆名声就送我回家 这样惬意美好的生活 让我感到有些不真实 这天我上班摸鱼的时候 刷到了一个新式咖喱机的做法 我下意识地把链接发给了陆名声 他也很快恢复了一个字 好 实习生路过我的公位时 八卦地把头凑过来 泱泱姐 是和陆总谈恋爱了吗 我西平 假一板起脸 哪有 别瞎说 实习生调皮地朝我做了一个鬼脸 你就是你就是 人家天天送你上下班 你这阵子还经常对着手机露出迷之微笑 就是妥妥的一副谈恋爱后 被人宠着的小女人样 我用手撑着脸颊 难道真的有那么明显吗 但是我和陆名声现在又是什么关系呢 傍晚的我 大摇大摆地把脚放在沙发上 追剧 陆名声正在厨房里头忙活 突然 门口传来了开门声 我独疑地把视线投向那边 难道还有其他人知道这里的密码 啊 阿姨 好 我尴尬地扯出一个笑容 陆名声听到动静后 也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妈 你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 意识到自己姿态不太好的我 慌忙把沙发上的腿 乖巧地放回地面 陆名声打过招呼后 过来捏了捏我的肩膀 小声地对我嘱咐 你应付不来的话 就来厨房帮忙 说完就返回厨房 看锅里煮着的菜 去了 害怕跟长辈相处的我 下意识地想要逃避 阿姨 你坐哈 我看看名声有什么要帮忙的 让他自己忙去就行了 你坐下跟我聊聊天吧 听到这里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坐下 我紧张地捏着玻璃杯妈撒 余光不由自主地打量了一番他 他的外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不是五年前找我的模样 此刻的他头发乌黑 应该是染发高的功劳 脸上不似当初的 疲态 反而是荣光焕发 或许是他熬出头了 陆明生现在的捞金能力 确实很不错 在这里 我再次感叹到金钱的魅力 他此刻正慈祥地微笑着 你就是当年 小生大学的女朋友吧 我物字点了点头 还是一如往常的 漂亮呢 你们这是在一起了吗 我捏紧手上的鹅玻璃杯 不敢回应 因为我也不清楚 现在我们的关系 暧昧 他感慨释然一笑 孩子 你不会是怪我当年 跟你说的那番话吧 没 没有 我没有怪您 我焦急地解释 那就好 当年我把你们拆散了 看到小生那副 痛不欲生的模样 我是懊悔得好几晚 都睡不着 但目已成舟 也没办法 再弥补了 现在看你们 又在一起 我心里是高兴的 我惊讶地抬起头 鼓起勇气地问道 您 不会觉得我配不起名声吗 他仿佛被我的话 逗笑般 傻孩子 你能跟他在一起 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哈哈 你不仅漂亮 还善解人意 阿姨当年 也是一时钻牛角尖 现在你能不顾前嫌 继续接受我们家 这是天大的好事 什么好事呢 说给我听听 陆明生端着诱人的咖喱机 从厨房里出来 就不告诉你 这是我们娘俩的秘密 阿姨嘿嘿一笑 这顿饭 我们在欢声笑语中结束 临走前 他还说要找个时间 约我爸妈吃个饭 陆明生看我低头羞涩的模样 连忙阻止 妈 还早呢 再等等 别吓跑我 好不容易拐来的媳妇 门一关上 我就掐了 他的腰间软肉 终于承认 你是拐我回来的了 他夸张地嗷嗷大叫 还不忘嘴贱地 补上一句 也不知道谁喝醉了 说好想我 好爱我呢 我娇称地回嘴 你还不是说 要当第三者来着 还好意思说我 一个吻轻轻地落在我的额头上 我正愣地盯着眼前 突然深情起来的男人 泱泱你回来就好 以后不要再跑了 好 门口 玄关处的 我们 紧紧相拥 有大房子住 我又怎么会委屈自己呢 自从互相确认过心意后 我就搬到了陆明生家里 他倒是高兴 而我却每天要在后半夜 才能睡觉 每次早晨我看见他神采奕奕的模样 我就有些愤恨 凭什么 受伤的总是我 导致这段时间的我 在工作时总放困 但事情的不对劲 从我清晨在床上爬起干呕开始 在卫生间里 我盯着两条线的厌运棒 玩独自了 果然是不能相信 什么安全期的说法 风和日丽的周末 陆明生妈妈 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到我家登门拜访 她脸上的笑容堆满 抓着我的手 对我各种吹捧 泱泱这个孩子 我是很满意的 婚礼咱们也尽快办 办得风风光光的最好 只是 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嫌弃 我们家小生爸爸早早就 我妈一副生怕错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店的模样 不会 不会 亲家母这是说什么呢 哈哈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 聊上了以后孩子的事情 全然把我这个主人公抛之脑后 我爸又和陆明生下灼奇 我也不好过去打扰 只能跑到阳台里透透气 缓解忽然涌上来的恶心 莫然一个怀抱将我裹紧 怎么了 不开心吗 陆明生还是看出我心事重重的模样 你丢下我爸 就不怕他对你有意见 他的胸膛震动了几下 叔叔看见我时刻照顾你的情绪 开心还来不及呢 我笑了笑 但表情很快又凝固了 我想淋淋了 也害怕自己会变成他那样 陆明生听到后 楼锦我的力气又加重了几分 他也沉默了 当晚的陆明生把一张银行卡递给了我 说以后由我来当家 财政大权交到我的手上 他一开始的本意是想要卖掉这里 然后换一个大点的房子 奈何被我拒绝了 我不是怕房子大了 他妈妈会过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而是我觉得这样置换 太浪费钱和时间 加上他妈妈说过 现在的他已经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 是陪他跳广场舞的陈叔 熬了大半辈子的人 终于找到另一半 两人现在正甜蜜着 他也说过自己不想再过多 参与我们的生活 只要我们两个过得好就行了 有天我来了兴致 跑到BTMG查看余额的时候 我的人傻了 我一开始知道陆明生能当副总 工资自然不会少 但我没想到会是那么多 后来他才告诉我 他读在国外研究生的时候 是有事炒股的大神 他跟着学 钱不知道翻了多少万倍 正当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蒋家辉自杀死了 这个消息是意料之外 又是情理之中 自从他得了抑郁症后 就开始尝试了不同的自杀方法 这次他成功了 葬礼上 陆明生紧紧搂住我的肩膀 我的内心五味杂沉 蒋家辉如愿了 他如愿去找林林了 可是佳佳又该怎么办呢 我看着他跪在地上 哭得撕心裂肺的模样 好一阵心疼 佳佳注意到我时 他一边哭 一边步伐盘山朝我走来 干妈 呜呜呜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现在连爸爸都 都没了 自从知道我要结婚 佳佳的爷爷奶奶 就正自言辞地要求 佳佳叫我干妈 我搂住她 颤抖着小小的身影 我的眼泪也开始绝低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沉默地摸着肚子 陆明生就躺在隔壁 默默地陪着我 阿生 如果以后我出了什么事 你不能像蒋家辉那样 丢下我的孩子 他的手附上了我的手 亲了亲我的脸颊 郑重地回道 我知道了 哪怕讨厌也不行 好 我都听你的 经历了一天的奔波后 我的眼皮还是搭了下来 迷糊间 听到磁性的嗓音 在我耳边回荡着 你要是走了 那我就把孩子养大 再下去陪你 随之 一个吻落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提出收养佳佳的建议 陆明生表示 无所谓 因为家里不缺这点钱 我们大学里头 林林和蒋家辉 跟我们也算是 唯一挚友班的存在 但我妈收到商量的消息后 立马来到我们家 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别人家的孩子 始终是别人家的孩子 万一收养过来 欺负自己家的孩子 怎么办 我爸是出了明听老婆话 我妈说一 她不敢说二 她也只敢在 我给她沏茶的时候 小声地表达了句支持 还是陆明生的妈妈 知道没有父母的孩子 有多惨 她来到我们家 一进门听到我妈的咆哮 哎呀 哎呀亲家母 消消气 消消气 我们好好谈谈 虽然这不是什么好事 但也是孩子们的善心 那孩子也是可怜的 父母双亡的 小生爸爸走得早 我们也经常被人欺负 家里头也没人瞧得起 我们在听完陆明生妈妈讲书的一些经历后 我才开始明白 为什么当年她要来找我了 这是她坚持这么多年来 唯一的希望 他们两个是苦尽甘来的 要不是陆明生有了出息的话 他们现在可能还在乡下被人看不起 陆明生会被人冷眼相待 还是会被人说没爹的孩子 事实上 陆明生妈妈的劝说是有用的 我妈在听完后 直握着陆明生的手 孩子 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来找我们 咱们有叔叔给你撑腰 昂 陆明生的妈妈 五嘴笑道 还叫叔叔呢 陆明生也非常上道 笑得甜兮兮 爸 哎 哈哈哈哈 我俯着肚子 宽慰地看着这一切 原来人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一家人的欢声笑语 爱的人就在身边 我妈到后面也松口了 说要家家的爷爷奶奶同意了 才算数 我妈倒是算得很准 家家的爷爷奶奶确实没有同意 家家是二老在世最后的羁绊 如果我们带走了她 他们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不放心的 千叮宁万嘱咐 有什么要帮忙的 我和陆明生会在所不惜 尽最大能力去帮忙 家家的爷爷奶奶听完后 很是欣慰 只要你们这两个孩子 有心就行了 林林和嘉辉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荣幸 时间过得飞快 很快来就到了我们的婚礼 实习生不再是实习生 是能独自面对手头上繁琐工作的人 我也可以安心地休婚假和产假 结婚时 她古灵精怪地摆了个姿势跟我拍照 果然年轻就是多新奇的东西 她调侃道 当初我就觉得你和陆总是一对 这不 现在都结婚生娃了 我朝她羞愧一笑 我的婚礼上没有伴娘 因为我答应过林林 我结婚了 伴娘的位置是她的 而我说到做到 但她却失约了 但幸好 我们有家家这个小花童送戒指 婚礼的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预产期的前两周 我的羊水破了 孕晚期的我总是半夜抽筋 陆明生在这段时期都不敢睡太熟 她半夜习惯性苏醒查看 我有没有不适 结果这次她发现床单湿漉漉 一片 她火速地把我唤醒 带到医院 知道我对生产有阴影 陆明生特地选了一家 私人医院 能够方便 她一直陪同我生产 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胎儿的头部过大 我的盆骨打不开 孩子迟迟下不来 经过长时间的阵痛 折磨 我的指甲甚至在墙上 抓出了血痕 陆明生连忙拿起我的手 放进嘴里 但我已经麻木了 意识模糊间 我隐约瞧见陆明生 不知所措地哭了 一大堆的绿衣服的医生护士 围了过来 我终于体会到 林林当初所经受的痛苦了 我出现在漆黑一片的世界里 眼前只有一处光亮 指引着我前进 我追着光亮奔跑 我以为这是我回到现实 世界的唯一出口 正当我快接触到那束光时 一把我即将忘记的嗓音出现 泱泱别去 你的孩子等着你呢 你去了孩子怎么办 你答应过我照顾好佳佳的 如果你去了 你的孩子怎么办 佳佳怎么办 莫然 林林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 我竟然感觉不到害怕 因为她的模样和装束 还是我记忆里大学时期的模样 她的身后 蒋家辉也出现了 她把林林搂在怀里 对我说道 你想过陆哥吗 陆哥没了你怎么办 蒋家辉此刻的模样 不再是失去林林后 拉里拉遢的形象 也如同大学时期里 一直围着林林转 干净阳光的蒋家辉 对啊 陆明生怎么办 如果没了我 陆明生该怎么办 前面的两个人微笑着 指引着我往漆黑的地方跑 他们叫我不要害怕 我只管往前跑 他们会一直是守护我的 我猛了一抽 睁开了眼 我妈带着哭腔的声音 充斥着整个病房 医生 医生 她醒了 快来 我看着陆明生 一直死死握着我的手 双眼布满血丝 满下八壶渣 她紧紧抿着唇 眼泪再次掉下来 泱泱我差点 我差点失去你了 我差点就变成下一个蒋家辉 泱泱没了 你我活不了 我带着氧气罩 一颗泪水流了下来 我在生产时 大出血了 人都开始休克抽搐 还好抢救得及时 但我也昏迷了好几天 医生还说 我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但还好 我活过来了 等我身体恢复得 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把我昏迷后的经历 讲述了出来 陆明生也说 我当时心脏跳 已经停止了 还是靠医生打肾上 激素抢救回来的 我妈听到后 毕着眼在空中合掌 拜了拜 感谢林林和家辉 这两个好孩子 把我泱泱从鬼门关 拉了回来 自那以后 我妈对家家也不再抗拒 甚至和自己是外孙统一对待 对 我生了个儿子 陆明生想要女儿的愿望 落空了 不久后 陆明生就提出了 要劫渣的想法 她怕了 她不敢再让我这样冒险 她说 她怕失去我 尽管被我拒绝了 但她还是自己 偷偷去做了手术 我哭笑不得 还能怎么办 只能给她补身子了 在一个情人节的夜晚 孩子扔给了 外公外婆带 陆明生在床上搂着我 深情地亲吻着我 她说 她很感谢我愿意 为她生孩子 但以后就不要了 她说 自己从小吃的苦多 但遇到我是上天 对她最大的安慰 她说 失去我的那几年 她要靠安眠药入睡 她说 回国时 就一直想尽办法 找我的联系方式 但都无果 她说 看林林和我的微信都注销了 蒋家辉的微信 又荒废了 她说 第一次重逢时 她已经竭尽全力 压制住要上来 紧紧抱我的冲动 她说 那个发圈 她一直贴身带着 又自丢了 找了一个通宵 才找回来 她说 哪怕不知道 我没结婚的时候 她就想要 把我抢回来 她说 她妈妈 是她叫来 给我道歉的 她跟她妈说 非我不可 她说 没了我 她真的不能活 所以我得 长命百岁 她说 我就是她心脏里的斑痕 一辈子都不能去掉 我的未婚夫 在我的婚房里劈腿了 我用尽全力 让她身败名裂 直到婚礼现场上 她红着眼睛说 我都是真的 我真的爱你 宋可星 我们结束了 宋可星劈腿了 她身下的女人 我认识 宋可星 一个周之前 找我跟她一起 吃过一顿饭 她说 这是她新来的助理 特别能干活 跟她特别合得来 像妹妹一样 我去她妈的 现在她俩在 我和宋可星的婚床上 乱伦 我上前 一个剑步 狠狠给了宋可星一巴掌 趁着他们都没反应过来 我一把 扯掉床头上挂着的 我和宋可星的结婚照 我清楚地记得 当时 那个摄像师说 二位 郎才女貌 真是登对啊 为了表示 我对她这句话的 满意程度 我特意定了个 大寸的 我单手 几乎拿不稳 在那张巨大的 结婚照 落在宋可星头上 之前 我保持着最后一丝 理智对那个女人说 滚蛋 周文月 捡起地上的衣服 就往外跑 屋子里 只剩下 我和宋可星 我再不留手 狠狠将照片 砸在她身上 然后 起身将屋子里 一切能砸的 都砸了 远远你听我解释 宋可星 拨开那张巨大的 婚纱照下床 来跟在我身后 我听着她 苍白地解释 看着她赤裸的身子 只想冷笑 我风尘仆仆地 赶几千公里的飞机 只是想提前一天 回家 跟她温存一阵子 她却抓紧时间 跟女助理在我们的 新房里滚床单 她还想解释 我扬起手 又给了她一巴掌 生生打出了掌印 跟阎王爷解释去吧你 我退后一步站在门边 防止她狗急跳墙 宋可星 我给你点面子 三天 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在我的房子里 偷人是不是特别刺激啊 宋可星 临走之前 我扔给她这样一句话 我跟宋可星恋爱八年 八年 我最好的八年 从高中毕业到今天 我从来没想过 宋可星会劈腿 还有一个月 我们就要结婚了 我准备好了一切 她却非要在中途下车 我迎着风狠狠打了个寒颤 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 我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唐玉 现在情况紧急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我深吸一口气 逼退回眼眶里的泪水 简单来说 就是 宋可星拿着我的钱 泡了别的女人 我要把钱 要回来 电话那头的唐玉瞬间炸了 宋可星 怎么可能 是啊 怎么可能呢 宋可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简直就是模范男友 言听计从从不反抗 唐玉曾经说 地球会爆炸 宋可星都不会变新 可是怎么办呢 宋可星不但变了 还变得彻底 唐玉动作很快 虽然嘴上说着不相信 手上还是极其迅速地将我跟宋可星这几年共同的财产整理了出来 宋可星家境不好却有能力 我没什么能力 家庭条件却不错 我们一拍即合 一毕业就开了家公司共同创业 宋可星办事得力 没几年这公司就有模有样地开起来了 我没少带着他出去炫耀 逢人就说我找了个跟我们那个假模假样父母包办的圈子里截然不同的人 瞧瞧多能干啊 我现在翻着这些 只觉得心里直犯苦水 我把一堆资料往前面一扔 这么多 唐玉叼着跟唐棍儿甩甩手里的纸 这不多 这都只是你拿大头给宋可星办的公司 开的店铺 买的房 买的车 那些价格高昂的衣服 包和鞋 我都念着你们八年的情分没算好不好 唐玉撇撇嘴凑上来 话说回来 宋可星真的劈腿啊 我拨开她的脸 冷声说 那些我都不要了 但是宋可星休想拿着我的钱养其他的女人 你做我的律师 我们跟她聊聊 三天后 我准时出现在家门口 宋可星站在门口双手无意识地揉搓着 像是每次我们争吵之后 她试图哄我那样 露出嘴角腼腆地笑 如果是以前 我可能会戳戳她左夹上的小酒窝说 宋可星 没有下次 宋可星会一把拦住我说 源源是全天下最好的女朋友 我绝不会再犯了 从意识中回笼 我冷眼看着她 她腼腆地笑 让我进去做 秉持着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基本原则 我还是走了进去 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 除了墙上那张一时半会儿 没办法恢复如初的婚纱照之外 宋可星将一切被我砸碎的东西 都找到了一摸一样的替代品 重新放在原有的位置上 就像是破碎的镜子 粘好了 就期待她恢复如初一般 源源宋可星 殷勤地倒水 叫我的名字 这件事是我错 但是 行 你认就行 我双手交叉在胸前 坐在沙发上 唐玉站在我身后 我挥一挥手 唐玉就将一份文件送到了我的手中 我推到宋可星的面前 示意她看清楚 唐玉板起脸来给她解释 交代她具体应该还我多少钱 唐玉每说一句 宋可星的脸就绿上一份 一直到最后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说 圆圆你这是要跟我分手吗 我比她更惊讶 宋可星 在你眼里我到底是有多见 才会在你干出这种事情之后还跟你好 我在你眼里就那么缺男人 宋可星急忙解释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圆圆 我长舒一口气 懒得再跟她废话 对于看不清形式的人 只需要用行动让她看清就行了 于是我拍了拍手 一群保镖鱼贯而入 瞬间 屋子里就连转身都费力了 凡是在这个屋子里的 所有男士的东西 包括一系列合照 情侣用品 全部 全部 都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 宋可星猛地站起来 上前来阻拦我 圆圆你别这样 别这样 我冷眼看着她在我面前红了眼眶 看着我们的合照一张张被扔出来 看着属于她的东西被清出这个房子 我有一瞬间想说 算了 就这么算了吧 可心中恨意不灭 宋可星怎么能 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狠狠地转过头说 一个星期之后 我希望你能把这些钱打到我卡上 这个房子房产证上面写的是 我的名字 一个周之内 我会卖出去 你要是还玩我的钱之后 还有钱买 我就卖给你 宋可星才买不起 她本来就家境一般 现在好不容易要跟我结婚 才能想着 要将她爸妈接来住一阵子 我对着她要的钱 也不夸张 只不过是当年我拿出来 资助她的本金而已 但要是想一口气拿出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宋可星红着眼睛 问我 圆圆你非得逼死我吗 我只想笑 我冷静地回她 宋可星 不是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 我不哭 也不代表我不会痛 我想 我应该是比宋可星痛上百倍千倍的 高一那年 我父母离婚 金童玉女的婚姻就此破裂 我妈独自远去再也没回来 宋可星应该是最明白我的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同学 朋友 好朋友 她看着我痛哭 听着我诉苦 阿妹我感情不都是假的 总有人能长长久久 就像后来她哆哆嗦嗦地 站在我面前捧着她写了 好几天的草稿对我说 远远我跟你保证 我永远不变 我永远爱你 那年种下禅明 我混在一群蓝白相间的校府里 合着无数汗水与泪水 一头扎进宋可星的怀抱 艰难地从回忆里抽身 面前的宋可星 跟回忆里的宋可星逐渐重合 不一样的是 散落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 一张张合照 我抬抬头 紧紧地抿了抿唇 手指在掌心里 抠出一道道痕迹 远远 别再叫我了 宋可星 我闭上眼 任由无力赶在身体里冲刷 一个星期 你最好把钱打到我卡上 我不想跟你对簿公堂 重新戴上墨镜 我看着宋可星被连人带行李 扔出家门 在他绝望的眼神中 我狠狠地关上了门 刚刚叫来的索江师傅 动作利落地将心索安了上去 我转过身最后 看了这个房子一样 很快 这个房子的转卖信息 就会被放在个大平台上 我跟宋可星之间的所有回忆 都随着这山门被封印在里面了 我不再跟他多废话 带着唐玉走得干脆 刚坐上车 我爸的夺命连环电话就打了进来 怎么了 秦总 我懒洋洋地指挥着唐玉开车 声音也提不起力气来 还问我怎么了 你一连矿工三天 我都没问你怎么了 我爸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中气十足 对着我这个唯一的女儿 是一点不留情面 像当初为了让我爸同意宋可星这个 寒门 女婿进家门 我答应了她进公司 从底层坐起 人家老李都跟我说了 你这次出差回来就失踪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将头靠在窗户上 看着窗外不断向后倒退的风景 老秦啊 我跟宋可星分手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戛然而止 像是电话信号突然暂停了一般 我失笑 怎么 准备去买鞭炮了 秦总曾经大放厥词 说我要是能跟宋可星分手 他就立刻去买鞭炮放上三天三夜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爸为什么看不上宋可星 现在也不用明白了 女儿啊 爸爸 爸爸给你放个假吧 再 再给你打点钱 你出去玩玩呢 我眼眶一热 心下的悲伤 被秦总驱散不少 没事 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 你替我跟李总说 没请假是我不对 让他正常扣我工资就行了 生活还得继续 我总会好起来的 很明显 我爸对于我能好起来的速度 有些乐观 第二天开始 我的手机屏幕 开始不断地亮起 无数英年才俊的信息涌入我的微信 爸爸在你眼里我如此需要男人吗 好像我身边的人都对我有一些奇怪的误解 宋可星觉得我没他不行 我爸又觉得我没他特行 女儿 你不明白 消除上一段感情的最好方法 就是开启下一段感情 我冷着脸回复他 那你怎么现在还没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呢 秦总单身多年 怀念远走的前妻 他不再理我 像是自己找地方舔尸伤口去了 我难得的觉得自己没良心 随便挑了其中一个说这个可以见 没别的原因 这个的可约时间是今晚 速战速决 一劳永逸 我坐在窗边俯瞰江景的时候 心里生出一万零一次想走的冲动 第一万零二次冲动出现的时候 我拎起包就要从座位上离开 一转身 就被人拦住了 去路 秦小姐久等了 是我的错 我寻着声音望过去 悠吼 老熟人了 周鹤一 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明明记得今天约的可不是他 哦 林婉今天有事 都是朋友 我来替他见也是一样的 他叫来服务员翻着菜单 微微抬着脖梗 像是金贵无双的小王子 回去之后 我会转告他的 你的表现 砰的一声 我一拍桌子站起来 动静太大 引来了很多目光 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哦 我今天可没惹你 周鹤一瞪大了双眼 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发难 我看着他身上的这身衣服 越看心里越堵 恨不得立刻将他从这高楼里扔出去 以解心头止恨 周鹤一扯扯我的衣角 露出个讨好的笑来 从小到大 周鹤一总是以跟我作对为乐 每次真的惹我生气了 就露出这样的表情 因为他有一双格外漂亮的眼睛 倒是很容易得到我的心软 我反手拉住他的手腕将他拖到了车上 晚风一吹 倒是得了几分清明 我平复了一下 心情说 不是针对你 是你这身衣服我看着实在是不顺眼 不是你的风格 看着挺怪的 周鹤一低下头看自己的西装 又拉了拉自己的衣袖 小声嘟囔了一句 你说什么 我侧过脸问他 他这次倒是反应迅速 那你带我去买衣服吧 我立刻就换 我皱了皱眉看看时间 现在回家的话 我爸一定会拉着我问东问西 确实还是找个地方打发时间的好 钱的还我 我调转了车头向着商场的方向去 没想到 在这碰上了不该碰见的人 宋可星 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依旧不是一个人 他身边还跟着一个人 巧了 不是那天在床上的姑娘 我有些呼吸不畅 感觉眼前阵阵发黑 怎么了 周鹤一急忙拉住了我的胳膊 让我稳住身形 我摆了白手 不想他掺和进我的事情中来 拉着他响走 身后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秦远 我僵硬地转过身 看向了这声音的主人 我的堂姐 秦秦 宋可星 你真够恶心人的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 好像只有我的嘴在动 但是我的思绪 我的大脑 我的灵魂 漂浮在空中 看着我的八年青春 躺成一条血水 秦远 你怎么说话的 宋可星还没说话 秦秦就张牙舞爪地 开始炫耀上了 你甩了人家 还不让人家找别人了 他辟腻地 看着我语气 不善地说 我甩了他 我的手指 几乎要欠尽掌心 声音中 全是颤音 真不是我说 你秦远 你缺这些钱吗 分手就分手 你还想要分手费 秦秦自小就喜欢跟我比 是个分不清轻重的蠢货 他现在说的这些 自然都是宋可星交给他的 也就是说 在宋可星眼里 他从没做错什么 甚至还是我倒打一耙 想要对他索取 那钱 我做主了 一分都不会给你 秦秦指高气昂地 踩着我的尊严为我的感情画上了句号 我感觉到我的牙齿在控制不住的碰撞 有一瞬间我甚至想将他们两个人都生吞入腹 你们 我冷哼一声 你想代表宋可星 行啊 把所有的钱都还给我 你们想在一起就在一起 咱们各走大路互不干涉 你要是不想还钱 你凭什么做主 凭你没有二两重的脑子 你 秦秦上前一步怒视着我 还是 凭着踩着高跟鞋 也够不到我眼睛的身高呢 我站直了身子 俯视着他 宋可星见形势不对 在秦秦的身后开始小声的劝甲 扑哧 一声 周鹤一反而笑起来 这就是你那个前男友 眼光不怎么样啊 这话说得巧妙 不知道是说我的眼光差还是说秦秦的眼光差 反正这话一出 除了我之外的两个人脸色都迅速的变差了 心里莫名其妙的舒坦了一点 我挺了挺腰板 就听见他接着说 你当年拒绝我就是非要跟他在一起 我用眼神示意他 你在说什么 他用眼神示意我 给你长面子 我勾了勾嘴角 还好还好 你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他说着就弯了弯腰 右手拢在身前 左手向前微微探出 秦大小姐 您想买什么 请吧 我迅速明白了他的意思 将右手搭在他的胳膊上 鼻孔朝天 拿出一幅孔雀开屏的姿势说 那还是得看你表现了 我现在要求很高的 是是是 您放心放心 周贺一叠声地应着 直到走出去很远 我还能记着那两个人像吃了屎一样的表情 我实在是忍不住 在大街上捂着肚子就笑起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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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没看见 宋可星脸都绿了 他真有意思 三天之前还求着我跟他复合 眼看没戏就想找个有钱人替他擦屁股 我那堂姐可不是好相遇的 就算一时没反应过来 等他知道自己被宋可星 骗了反过来能弄死他 有那个功夫 还我钱不就好了 我嘟嘟囔囔地说 你借他钱了 周贺一板起脸来问我 你大惊小怪什么 是谁指着我的鼻子骂 没有女人养男人的道理 用钱留住的男人到最后都会散 你就是个大傻瓜 我指着周贺一的鼻子学他当时的样子 怎么 你全忘记了 周贺一耳根泛起奇异的红 他退后一步摸了摸鼻子 那不是喝多了吗 呸 我翻着白眼打断他的话 你谦卑不到 当我不知道呢 你胡弄鬼呢 周贺一突然直视着我 他的脸太凌厉 眼神的压迫感太强 我不自在地眨了眨眼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说的都是实话 挺挺胸膛 给自己找一些底气 明明是你在说谎 夏季的晚风 都是暖洋洋的 我身上的皮肤 却好似感觉到了危险开始 泛起阵阵鸡皮疙瘩 我揉了揉皮肤 想着找回些场子 我们回去吧 秦远 我没说谎 周贺一的声音 在我身后响起 像是带着江边 雾蒙蒙的水汽 我听不真切 我对你从不说谎 我转过身刚想开口 江边的水汽就迎面袭来 带着些夏夜的暖 也带着点男人身上 独有的香气 像是橘子味道的水果糖 甜丝丝的 从我的唇 传进我的大脑 周贺一再闻我 我大脑一片空白 周贺一是我最讨厌的人 我们两家是邻居 我们年岁又差不多 自然是格外亲近一些 周贺一自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好相貌好有礼貌 谁家不夸上一句 这孩子真棒 说来也不爱着我什么 不就是沐浴一下好孩子的光环吗 我也是可以跟他好好相处的 怪就怪在周贺一嘴太损了 他好像格外 喜欢看我气急败坏的样子 十句话有九句都在损我 让我一度怀疑我们 是上辈子有仇 这辈子他才如此讨厌我 比如小时候 他指着我的成绩单说 这是只有猪脑子 才能做出来的卷子 我气得转身就走 再也没去找他问过题 长大一点了他又指着我说你长得太丑了 这样很难找到男朋友的 我气得打了他一顿 并将宋可星给我写的情书摔在他脸上 诅咒他孤独终老 再后来他留学回来 听说我拿钱给宋可星开公司 骂我是个傻瓜 最后肯定被人骗得一分钱都不剩 我掀翻了整张桌子 跟他说等我结婚的时候 也不会请他 我们交情到此为止 从那天开始 我们已经整整两年没见了 倒是他说的话 句句应验 我猛地推开他 手指腹上唇 半无助地揉了揉 刚刚的橘子果味还留在唇齿之间 我慌不择路地想跑 秦远 我喜欢你 我没跑了 因为周贺亦突然对我表白 我觉得世界有些荒诞 好似昨日就是世界末日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被重组过的 爱我的人不爱我 讨厌我的人说爱我 我的世界一片混乱 我们在被子里不出声 直到我爸在门外敲门 圆圆啊 今天约会怎么样 我嗡嗡地回 不怎么样 怎么能不怎么样呢 就是不怎么样 我将自己藏得更深了些 不去听我爸在外面说些什么 手机却在黑夜里响个不停 我气急败坏地拿过来 上面有两条信息 周贺一 对不起 吓到你了吧 我心里负匪 当然吓到了 吓得我现在都不敢回信息 往下翻 是宋可星 你跟他在一起了吗 这么快吗 我有些想敲开宋可星的脑袋里面看看 看看他到底是有什么物质组成的生物 他在我们的婚房里出轨 他不觉得有什么 在我们分手三天之后 搂着别的女人逛街 他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我要是跟别人在一起了 他就不同意 好像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 我脑子里排列组合出一百种骂人的话 还是泄了气势的一句都没打出来 我谁也没回 顶着个黑眼圈上班去了 上班上的也不消停 周贺一好像发了情的猫一样 一直轰炸我的手机 我一条也没回 他就追来我公司了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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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是不胜其扰 问他到底想干嘛 他晃晃自己的手机问 你没有手机吗 我有啊 我满脸问号 那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我撇撇嘴 还回你消息 你现在还好好站在这儿 都是我的仁慈 不然就你强吻我这件事 我就能把你打到进医院 我挥了挥拳头 示意他别惹我 可是周贺一是谁 是跟我天生的死对头 他斜着眼睛看了我 半天才说 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 我愣了半天 没想出来反驳他的话 唐玉的电话 解救了我 秦源 你知道吗 宋可星还要结婚 我有一秒钟 没反应过来 他跟谁结婚 秦秦 他要娶秦秦 秦秦都把结婚请柬 发到各个群里了 他还趾高气扬地说 绝对不会邀请你 轰的一声 我的大脑几乎要爆炸一般地痛了起来 只觉得身旁的一切都离我很遥远 脑子里只有十八岁的年纪 天寒地冻中 宋可星抖着身子跑过来 递给我一个热水壶 他冻的脸都红了 还是执拗地把热水袋塞进我手里 他说 你拿着 朗 青葱岁月 一去不回头 我不再理周贺一 转过身就走 周贺一也不叫我 但我能感受到 他一直跟在我身后 直到我站在路边准备打车 他才开口道 坐我的车吧 我送你 我转过身看着他十分具有 威慑力的脸 犹豫了 一下说好 很快的 我们就到了宋可星公司的楼下 我聚精会神地盯着门口 不放过任何一个从门口走出来的人 十八点四十 我等来了我要等的人 戴上口罩打开车门 我目不斜视地向前走 直直地走到他身边后 趁他不注意我一把将他揽到角落 就闭嘴 我恶狠狠打断了他的呼救 秦 秦姐 我冷冷地看着周文月这张脸 手里摆弄着他交给我的 证据 我们就一次 真的 宋哥在公司里有很多交往对象 你不在的时候 他们经常乱搞 那个 那个秦秦姐 她也不是最近才跟宋哥联系上的 有一阵子了 你去你把公司上班 之后宋哥就总是接他的项目 秦姐 你别太伤心了 我 我当时是因为太想升职了 才跟着宋哥去你家的 我 我现在已经决定辞职了 我马上就走 他说着就站起来 拎起包往外走去 我跟周鹤一对视一眼 他立刻拦住了他 秦 秦姐 我用指尖敲着桌面 逐渐缓和了自己心中的暴力 你刚才说 宋可星在公司里还有其他人是吗 周文月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面色不佳的周鹤 一 颤颤巍巍地说是 你想升职 不 我想辞职 这次他答得很快 看得出来是一点不想牵扯进我们的恩怨中了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 笑了一下说 你帮姐个忙 这件事成了 之后 我给你十万 算是你辞职的补偿金 他皱起眉头来犹豫 我加大筹码 二十万 需要我做什么呢 姐 我尽力去做 我微微勾起嘴角 跟他说了我的计划 等到人走远了 周鹤一才坐下来 我心里依旧烦躁 不想再听他损我 所以别过了脸 摆出不想沟通的架势 要去吃饭吗 出乎意料的 周鹤一问了一个完全不像他风格的问题 不吃 没心情 城南新开了一家香菜 馆子 听说特别好吃 麻辣加倍 周鹤一拉长了声调诱惑我 我阴沉着目光看他 我具爱吃辣 可以说是无辣不欢 但是宋可星不喜欢 这么多年以来我都迁就他 已经很少在桌上见到麻辣加倍的菜了 虽然嘴上还是不说 但是脑子里的蝉虫已经在流口水了 周鹤一笑着来拉我 他轻松地说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吗 走走走 今晚我请客 只能说冤家路窄 我和宋可星就算是没分手的时候 也不像最近这样天天见面 因为宋可星总说自己很忙 哟 妹妹这是赶着来给姐姐我喝喜来了 琴琴张扬地笑着 旁边的宋可星脸色倒是挺差的 香菜馆很忙 店主着急地跑来跑去 抽出一秒钟问我们 能不能接受拼桌 放眼整家店 也就宋可星他们那桌还有空位了 我冷着脸说不用了 坐嘛 妹妹 都是亲戚 这顿姐姐情 宋可星已经开始拉她的衣袖 我回身的脚步一顿 不知怎么的 就想起了每次 我跟宋可星生气时候她的表情 跟现在如出一辙 我拉起周鹤一的手 在他们旁边安稳地坐下来 然后在一片喧哗中大声地说 姐姐是你要找不痛快的哦 这可不怪我 琴琴地笑有一秒钟将在脸上 我故作惊讶地说 呀 姐姐 你不高兴吗 琴琴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说没有 我夹起一筷子肉放在她碗里说 那快吃啊 一会儿该凉了 琴琴很快镇定下来 试图找我的麻烦 你跟周鹤 亦不是闹翻了吗 怎么又一起吃饭了呢 你现在的容人之良 倒是大得很啊 我的筷子重重一顿 正要开口就被人打断了 是我不好 上次见面不是说过了吗 我正在追求圆圆 她到了杯茶到我手边 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用温柔的能溺死人的声音说 以前是我不对 这两年的时间里 我反省了很多 是我不该说话那么难听 将喜欢的人越推越远 哐当 一声 宋克星手边的杯子被她碰倒在地 让我的心也跟着颤了一颤 我缓过神来说 是啊 我也觉得 我最近脾气太好 都能跟给我绿帽子的人 一桌吃饭了 秦源 你说话别太难听了 秦秦站起身来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把你的手拿回去 不然我不保证 我会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打女人 周鹤一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我身后 脸色阴沉地看着秦秦说 我还是坐在原位 身后的周鹤 一莫名地让我觉得安心 于是我双手交叉在胸前 对着秦秦说 姐姐 找男人 还是要擦亮眼睛 不是妹妹相中的 就一定是好的 别怪我没劝你 还是及早抽身的好啊 秦秦气得直跳脚 扯着宋可星的手 想让她说点什么 可宋可星只是拉着她的衣角 一直小声地说 算了算了 宋可星 你能吃辣呀 我勾起一抹笑来 不想让她痛快 宋可星抿了敏唇 绷直了身子 不说话 早知道我就不委屈我自己了 我仰手叫来老板 加了好几个我爱吃的菜 一转头身边的秦秦 已经拉着宋可星走了 我赶紧叫住他们 老板 他们买单啊 秦远 秦秦脸色难看得要命 又苦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老板也直勾勾地盯着她 好像她现在走了 就是要吃霸王餐的 无理时刻似的 于是她就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 拿出了手机 开始结账 我在她身后 探出头去凉凉地说 姐姐 你养小白脸啊 宋可星 整个人都用不可置信的眼神望着我 她这些年被我养得娇贵 从头到脚都透露着有钱人的气质 唯一不会的 就是付款 看什么 再看给你眼睛挖出来 周鹤一双手交叉在胸前 站在我身后 恶狠狠地吓唬宋可星 宋可星迫于压力 还是结了账 我得意地笑起来说 宋可星 你最好是按我说的 把钱还给我 不然的话 我一定送你一份大礼 秦秦的眼神更不好看了一些 她说 你想干什么 我微微低头看着她说 姐姐 当然是 送你新婚贺礼啊 妹妹肯定是要有所表现的吗 你少来 秦秦拉着宋可星转身就走 我撇撇嘴 重新坐了回去 换一家 吃 周鹤一坐在我对面 关切地问 我疑惑地看着她 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才把她们两个人气走 现在正处于十分愉快的状态 所以准备大吃 特吃 你 作为我的副使 实在是做得很好 奖励你一起用饭 我大发慈悲地说 行 公主殿下 开心就好 周鹤一赶紧双手奉上一杯茶 我开开心心地接过来 喝了 下一秒钟 她就抽出一张纸轻轻贴在了我的嘴角 擦掉了我脸上不小心沾上的油渍 今晚 我说的也都是真话 圆圆砰 砰 砰 我的心脏 开始不规律地跳动 不出意外的话 我应该是出意外了 唐玉连着催了宋可星一个星期 她打定了 主意就是不回 钱 我是一分都没见着 行了 别再打了 我拦住唐玉气急败坏的动作 叫她过来一起看我手里的图片 呵 够劲爆啊 唐玉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点点头 心里一片空气 现在距离我跟宋可星分手不过半月 距离宋可星新婚的日子 也不过仅剩半月 那一天 原本应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这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我轻声说 八周年纪念日 唐玉伸出一只手来须须地扶着我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谈谈手里的琴简 问她 你说 琴琴到底知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 她怎么什么都敢争呢 唐玉晨末两久才说 我陪你一起去 我笑起来 不用了 有人陪我一起去了 谁呀 邦邦邦 周鹤一椅在门框上 今日她穿了一身休闲装 看上去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只不过染了一头靓丽的头发 下班嘛 琴大小姐 我双手煮在桌面上 看着她说 头发挺亮的周少爷 她冲我打了个响指说 为了接您 特意染的 她跟在我身后 屁颠颠地问 你喜欢吗 看着电梯 一层一层往上升 我转过身点起脚 揉了一把她的头发 还行 周鹤一就笑起来 露出了两侧的小虎牙 我的心情又好一点 送可星婚礼那天 我坐着周鹤 以同样耀眼的鲜红色法拉利来到了酒店门口 边走边跟周鹤一指 我还以为婚纱照他们也会直接换掉我的脸屁上我姐姐的呢 谁能想到他们还不嫌麻烦地重新照了一份 周鹤一横给面子地在我身后笑起来 秦远 我转过身 看见了面色深沉如锅底的宋可星 哟 新郎官 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把钱打到我卡里 我就不进去了 我笑咪咪地说 你想都别想 这次开口的是秦远 怎么这么冥顽不灵啊 你们 我无比惋惜地看着他们 你也休想进去 秦远不留情面地说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秦勤 你真的以为 抢了我的男人 用我的婚礼日期婚礼场地 我会就这么忍气吞声吗 我转过头看着周鹤 一说 看看看看就是谈了这种恋爱 才会让人人都觉得我软弱可期 周鹤一微微弯下身子说 以后不会这样了 我永远给你撑腰 我满意地抬抬头 冷眼看着秦勤叫来的一堆保安站在身后 凶神恶煞地看着我 我有些想笑 拍了拍手 外面停着很久的面包车上下来 一群训练有素的保镖 跟这些花拳绣腿的保安 不一样 这是我爸退伍之后 专门开办给退伍人员的安保公司里的人 宋可星 最后一次机会 我冷着脸看他 圆圆 我 宋可星 你敢 秦勤立声叫停了他 我只好无奈地笑起来 挥一挥手带着他们两个一起走进了婚礼大堂 婚礼当天 新郎新娘都被人挟持着入场 实在是太不好看 人群之中 已经有人在小声地讨论 我们到底是表亲 还是有很多亲戚认识我的 比如我的堂叔 就站起来叫我 秦源 你干什么 快放开你姐 我像是才反应过来似的 对着身后的人说 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对我姐呢 秦源 你 他医得了放松就立刻朝我扑过来 好像马上就要置我于死地一样 被我一个反手推了下去 堂叔将他护在身后 秦源 我们亲戚一场 你怎么 怎么来闹你姐姐的婚礼现场 哦 我姐姐的婚礼现场 我歪着头看他说 叔叔你好好想想 一个月之前 你收到的请柬上面 写的是我姐姐的名字吗 我慢悠悠地补充 您仔细想想 是不是我的名字啊 你 不管怎么样 我们亲戚一场 我摇着手指打断了他的话 对 叔叔说得对 我们亲戚一场 我实在是不愿意 姐姐走了弯路啊 你说什么呢 秦秦还不死心地讲话 我将食指放在唇半说 虚 大屏幕上开始放视频 那可是我费尽心思找周文月整理的 宋可星的出轨证据 我手里拿着周贺一找给我的话筒 吹了吹气 为 为为我勾起个礼貌的笑 各位 大家中午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秦源 是秦秦女士的妹妹 同时也是宋可星先生的前任女朋友 大厅中静记下来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 都是宋可星先生 正在与我恋爱的八年内 出轨的记录 有人开始吸气 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秦源 宋可星星红着眼睛 看着我 这些女孩子 我已经将她们的信息打满了 但是大家应该能看见 这里起码有数十位女孩 宋可星 你真是烂透了 我给出我的结论 搬了个椅子坐在台上 我气定神贤地接着说 不过呢 虽然我姐姐不听我的劝阻 非要将这块臭狗屎捡回家 秦源 你闭嘴 秦秦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 这次 我的堂叔却拦住了她 闭嘴巴你 我预估得没错 秦秦果然 不敢跟她爸说 她是怎么跟宋可星在一起的 那我考虑到亲戚一场 也就不计较她 非要做人第三者的行径了 唐玉匆匆忙忙地赶来 就听见这一句 笑得直不起腰 哈哈哈哈哈哈 反应过来大家都在看她 又赶紧住嘴 秦秦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叔叔 我恭敬地叫人 堂叔气得战红了脸 还是看着我说 嗯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真的 我就是想 跟您说 您这个便宜女婿啊 这些年来 吃我的 用我的 穿我的 今天就这么 让我把它让给你女儿 我对了一下 又纠正自己 不对不对 这是我不要的 唐叔的脸色更难看了一点 我简单点跟您说吧 他欠我钱 欠我资助他的本钱 也不多 就是个一百多万 您看 是您家这边替他 还还是怎么样呢 唐叔气得 狠狠喘了两口气 才说 源源之事 跟我们家无关啊 我有些奇怪 可是姐姐 今天就要嫁给他了呀 秦秦还要说什么 被唐叔死死拽住了 是我教女无方 才让他做出这种事情来 今日这婚就不作数了 爸 秦秦还在挣扎 啪的一声 唐叔一巴掌 打在他脸上 我怎么生出你 这么个不懂事的玩意 我勾勾唇 这是汽车宝帅的意思了 唐叔拉着他就要走 我赶紧叫住他们 姐姐妹妹教你个道理吧 不是所有抢来的东西 都是好东西 秦秦目视着我 却不敢再说一句 我笑着对众人说 行了 这婚礼也没有女主人公了 大家算了吧 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我对着周赫 一示意 一下 他就就近顺手 砸了一个桌子 接下来就是此起彼伏的摔杂声音 砰 砰 刺耳的声音响个不停 有工作人员过来 拦 我示意他说 没事 我们照价赔偿 直到整个婚礼现场 再也看不见原来的模样 众人才停了下来 宋可星 趴在地上 看着周围的一切 远处 只剩下跟他同样破败的他的父母 我有些于心不忍 给两位老人拿了凳子 让他们坐 说我还有话跟宋可星说 两位老人穷苦 一辈子 怎么也想不出儿子能变成这样 所以此刻对着我 更多的是说不出话 我跨过一片狼藉 走到宋可星面前 将他拉起来面对面坐着 秦远 你还想怎么样呢 他双眼无神 好像在看我 又好像没有在看我 我盯了他许久 直到眼睛酸涩地 不得不闭上眼再睁开 我才开口 宋可星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对上我的目光 怯懦地一开了眼 今天是我们八周年的纪念日 我轻声说 甚至害怕声音太大 就惊扰了一方神明 破坏了 纪念日 这三个字的神圣 纪念什么呢 宋可星 我闭了闭眼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那个在冰天雪地里跑过来给我送热水壶的人 那个在人潮汹涌时抱我说永远爱我的人 那个在花海簇拥中下跪对我说嫁给我的人 什么时候变了呢 我感受到眼眶里的眼泪 尽管我极力控制着他不让他掉下来 八年 八年的四季变化 我们一直一直 一直在一起 你是最明白我的 最知道我的 我跟你说过一万次 这就是我的底线 为什么破坏它 为什么 宋可星好像被我的眼泪灼伤了 他不敢看我 那是我人生最好的八年 只差一步 我声音阴雅 只差一步 我就步入我认为圆满的婚姻殿堂了宋可星 我应该谢谢你 谢谢你毁了我的梦 圆圆别叫我了宋可星 我真的恨你 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我有些无力 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将刚刚唐玉拿给我的所有照片都扔在他脸上 宋可星 你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在以前的 我找不到了 看着他脸上刚刚被划破的一道口子 我应着声音说 宋可星 这些我都原谅你 把我的钱吐出来 我们一别两宽 转过身我又想不放心似的 恶狠狠地说 你要是敢说这些年你都是骗我 我弄死你 还是孩子气 我想 我还是孩子气 不愿意承认多年感情是一场骗局 我的身子直发抖 冒着震震冷汗 还是周赫一将我一把抱起来 扛到了车上 我只是等着 等到唐玉出来轻声跟我说 他说给 他说他不是假的 他说他真的爱过我 那年璀璨年华里的感情都是真的 我的泪水涌出来 意识彻底昏迷 我大病一场 彻底给自己放了个假 在家里闭门不出 宋可星的钱打来得很快 听说他的公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因为婚礼上有许多合作伙伴都见识了他的 真面目 我无聊地看着手机 困了就倒下 睡上一觉 我几乎梦见了所有阶段的宋可星 那么年轻 那么鲜活 那么爱我 大梦一场 梦醒成空 睁开眼的时候 看见了周赫一 你怎么在这 我的嗓子有点哑 你好多天没出门了 我不放心 就来看看 周赫一削着苹果说 我没事 我支招身子坐起来 看着他动作熟练地给我削苹果 周赫一 我轻声叫他的名字 嗯 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 你明白吗 我清楚地告诉他 我没有开启下一段恋爱的打算 周赫一的手狠狠一顿 削下一大块苹果皮 圆圆我可以等 我只是叹气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沙漠重新尝出绿草 等到枯木尝出绿芽 等到我爱上下一个人 宋可星带走了我太多东西 对感情的信任 对爱情的向往 和迈入感情的信心 周赫一直是执拗地说他可以等 他说 圆圆因为为之放弃现在的 都是大笨蛋 我突然就有点想笑 默许了他每天跟着我 我开始每天都能看见他 听他说车咕噜话 说他真的喜欢我 说他说话已经不难听了 说他两年不见 总是担心收到我的结婚请柬 一日一日的 过了一年又一年 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在去民政局的路上 又见到的宋可星 他看起来不太好 整个人很憔悴 虽然穿着西装 还是掩盖不住眼中的颓气 我听说过的 他公司倒闭 又不好意思回家乡发展 所以最近在重新创业 还是步步维艰 因为琴琴生活不顺的时候 就总去找他的麻烦 宋可星又是个软弱性子 总是被他欺负 不过他买回去了我们之前的婚房 耗尽了全部的财产 周鹤一小心地问 要去打招呼吗 我摇摇头合上了车窗 这次是真的算了 真的算了 我牵起周鹤一的手说 现在就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爱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但是当下就是最好的 毕竟 所有因为为之放弃 现在的都是大笨蛋 我向前看了 我感觉到这个句话 2016个月 最好的 最好的 现在这样 我就想要 我把所有人 想要 准备了